然而圣堂不仅有雅跃文教 还有开朗包容的大国气象 毕竟万国来朝 百辟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 唐代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历史时期 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 还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都离不开唐王朝的足够包容 这种文教政治上的包容 还有什么舞蹈可以充分的表达呢 那就一定要提到佛教艺术的飞天祭乐 飞天聚乐舞蹈是非常空灵 飘逸的舞蹈 各个时期的飞天造型各不同 但圣堂时期的飞天 阴间壁上有飘带飞舞 更显得轻易飘渺 体式流动的体态舞姿 剑气舞和书法艺术 是圣堂的自信气势的一种表达 飞天由于服装上的飘带 使得它的造型更加飘逸轻盈 动作幅度也会更大 显示出来体式的流动感 这种飘带飞舞的感觉呢 我们其实可以在中国古典舞 汉唐舞席中体现 这种体现可以用长筹舞来表达 这种舞蹈符合 圆和先生所说的敦煌飞天舞 已经是具有龙异象的舞蹈说法 那说到龙异象 那从原始社会到现在 龙始争是象征着吉祥 祥和的一种吉祥物 所以敦煌舞中 我们把天空中飞舞的飘带 上下翻飞 左盘右旋 也会把它象征成 龙在天空中飞舞 那这种飘带飞舞的意境呢 在李太白集也有所提到 束手把芙蓉 须部涅太轻 霓裳夜广带 飘浮升天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束手握着脚节的芙蓉 在太空之中 凌空而行 身穿云泥做的衣服 脱着宽阔的飘带 轻盈飘逸的 驰骋于天空而终 那传统的长丑舞 本身是我国古代舞蹈中独特的舞蹈类型 它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 周代手持五彩增而舞的形态 所以飞天长丑舞 是一种对外来的佛教文化 和本身的传统舞蹈的融合 这是圣唐包容的最好例证 我们看敦煌壁画时 飞天祭乐是舞蹈动势美感最强的形象 这些飞天形象 存在于我国很多的石窟壁画当中 尤其是甘肃敦煌墨高窟 可以称为石窟之最 拥有最多的飞天 飞天形象大概约四千五百座 敦煌的长丑舞表现出来 真的是美轮美奂 飘逸出尘 材调集中所提到 阴之海上神仙窟 指似人间富贵家 秀户夜传红竹事 武衣情夜 避天霞 这一段话呢 其实所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意境美 古人把敦煌石窟比喻成神仙窟 然后壮丽豪华绚烂的感觉 又比喻成富贵人家 又拿红竹和彩霞比喻 其实可以想象出来敦煌壁画中 漫天飞舞的飞天形象 是如此的绚丽 美好和辉煌 事实上 这是一种借助于外在的呈现 所以这也是敦煌舞中 技术技巧表达上非常独特的一致 其飞动的美感是借助风和人力的自由表达 静态的舞姿下 敦煌舞展现出轻盈曼妙的体态 动态舞姿下呢 又蕴含着飘逸的美感 感谢观看